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卢边谈话时说 战斗机时代已经过去 他认为 无人机战争是未来的方向 我并不希望未来成为现实 而是未来将是这样 马斯克还说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F35战斗机是五角大楼最昂贵的武器系统 但它应该有竞争对手 最后他在推特上说 这个对手应该是无人机 他写道 竞争对手应该是一架遥控的无人战斗机 其机动性会因自主性的增强而增强 F35不会有反击的机会 在与汤普森的讨论中 马斯克警告说 如果美国不把创新放在首位 他就有可能落后于其他国家 马斯克还说 战争的基础是经济学 他预测未来美国的经济规模将不再占优势 美国空军如果想避免失败 必须重视创新